攔謀 找忘了很久 故事也沒說完 不知誰和我 須渡著漫長時光 风吹过停留 吹走我的雨伞 都是因为你 让我等了有的 在这里 遇见你啊 带给我所有 所有的 偶然全都是 冥冥中早就已注定的灌溉 遇见你啊 我终于相信 人生里 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 只为了遇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能看一下吗 嗯 说出你的领域 上次我没有把握好命题要求 这一次我选择了东南亚的翠鸟 作为设计灵感 它象征着平息风暴 带来祥和 把希望送给爱的人 在配饰上 我加入了彩钻和彩色宝石 用微香工艺 来展现翠鸟身上的羽毛 四周 四周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 远比我想象的要好 只可惜笔稿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不过我相信你有这样的猜谎 以后一定会有忌讳的 有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加油 好 自云啊 我做了一点连绒月饼 待会儿大家一起尝尝 您真是的 干嘛那么辛苦自己做呀 出去买不就行了吗 去年我不是做的鲜肉月饼 大家很喜欢吃吗 我今年就换换口味 抓住大家的胃 让大家经常会来吃饭 嗯 那吃饭呀 吃饭之前您别忘了 还得吃药吧 好 来 谢谢你啊 没事 鱼芝回来了 奶奶 哎呀 鱼芝回来了 你看 刚才我还跟妈这儿念叨你呢 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 吃中秋节的团圆饭 你看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看来你这心里啊 还是有家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当然要回来吃饭了 这有什么可好奇的 鱼芝能得回来一次 这样 你就坐奶奶边上 好好陪陪奶奶 坐下吧 嗯 对 快坐吧 吃饭了 来 我妈照片了 我妈照片了 我猜刚走两年照片就收起来了 某些人 你是连一张照片都入不下了吗 鱼芝 刚回家就发脾气 照片是我收起来的 放在抽屉底了 放在抽屉底了 我都忘了我妈一样 你对我有怨言 奶奶 我不是对你有怨言 是谁藏的照片 我心知肚明 鱼芝 照片是谁收的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从过去的事情里头走出来 来 这么多年 我们谁都没有忘记你的妈妈 走了的人 我们要放在心上 活着的人 我们好好地相处 我觉得你妈妈要是活着的话 也会希望你朝前看她 是 是我没有长大没有朝前看 我应该多向沐总学习啊 沐总发生了那么多事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沐总来我家这么多年 劳苦功高 沐总啊 我要是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地方 您跟我说 我敢 雨智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没有什么看不怪你的地方 其实我最想的就是 你在外面能够平平安安的 你有空回家的时候 可以看看我们大家 看看奶奶 这不是挺好的吗 干嘛在家里还沐总沐总的 啊 你就不能叫上阿姨嘛 你小时候不是都叫阿姨的吗 怎么越长大越不懂事了 是 您都说了我是小时候叫沐总阿姨 我现在这个年龄 再加上沐总的地位 我怎么敢自这边边叫你阿姨呢 妈 没事的 其实呢 雨智小的时候 我一直忙着在外面工作 的确是没有替她妈妈照顾好她 这都是我的不好 雨智啊 这碗汤 就算阿姨给你道歉了 哎呦 赵总 нап给我亲自盛汤了 哪敢有怨言的是不是 阿姨啊 阿姨是诚心对你的 她没孩子 这些年她也很辛苦 你都长大了 对人啊 要谅解和包容 叫声阿姨 全家和和睦睦的 不是很好吗 让你叫声阿姨就这么难 都这么吃饭了 上去干的时间太喘了 失败不好意思啊 八位儿子回来了 现在是越长越帅了 我刚带回来瓶好酒 咱们一人来好好喝一杯啊 看你像个什么样子 像个当父亲的样子吗 这怎么了 这大骨节的喝杯酒不行啊 这是家不是酒吧 像个家的样子吗 好 既然二叔回来了 我们人都到齐了 奶奶 要不我们开饭吧 行了 别闹了 坐下来吃饭 这咋好热呢 来 来 再来别生气啊 您吃 你别忘了你是有身份的人 你是有老婆有孩子的 你就算不顾及我的感受 你也该想想阿姨的感受 我这叫鲁锁 我人心里懂的呀 这种鬼话你都编得住 你太无耻了 文华 你来看什么 他把文件落在车上了 我来给他送文件 小鱼 真是一丘之鹤 再无耻的话 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 都那么坦然啊 其实 我在公司的职位比你高 是因为我脚踏实地做好的 至于我关华 那是他死皮了一点 非要缠着我 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管好你丈夫 你要是没本事 那至少 也得管好你的嘴啊 哎 哎 诶 诶 没闹没了是吗 我告诉你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你 是你 一不二到三上吊 非得把我妈搬出了 我没办法来才娶着你 我再告诉你一次 别以为有了一结婚证 你就能管得了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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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去找找老师 这些年来的常态 你别往心里去 不是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她 她怎么能 是 虽然我也不太赞同奶奶的做法 但是从瑞华创始人的角度上来说 我可以理解奶奶的苦衷 瑞华是爷爷奶奶一手创立的 所以从有些角度上来说 可能比自己生的孩子还重要 穆泽在公司的地位 没有人可以替代 她比任何人都重要 所以奶奶对她有点偏心 也是情有可原嘛 奶奶只是想找一个理念 跟她高度一样的接班人 你能明白就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年奶奶一直让我 跟着穆泽人学习的原因 再加上前些年的一些事情 奶奶还对你有点偏见 所以我们想变革瑞华 给老公司注入新鲜血液 没这么简单 咱们还得努力 好了 别跟奶奶去 她是让你喊阿姨你就喊 要不然的话 不就等于把奶奶推向穆泽那边吗 我要去我们出差 跟我胡说 没钱 跟我来这套 还不知道 装枪做事这套在我妈那儿也不用跟我认为 你这是去出差吗 你不就去澳门花天酒地呀 也不嫌丢人 丢人 丢什么人 我花自个儿家的钱去办我该办的事 我丢谁的人了 我现在从你这儿拿这么点钱就开始心疼了是吧 你别太过分了 余光华 过分 会比你诬陷我儿子 扔了公司买的全部红宝石更过分 我妈一怒之下让阿姨去国外读寄宿学校去了 你没了眼中盯你倒是高兴了 我儿子不认我这个爹 行 我就当娶你这个老婆是招了个秘书 我当初这么做 只是想吓唬他一下 给他一个教训 好让他不要一直跟我作对 倒是你这个当爹的为了还债 偷着瞒着把红宝石给卖了 害得公司当年资金差点断裂 还得把股票卖了给周遗贤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现在你要跟余智去告发 好啊 你就把整个故事全告诉你妈 看你妈能不能原谅你 咱们两个人现在是一根绳似的骂着 有黑龟的一起飞 用不着分那么清楚 瞪什么眼呢 瞪出皱纹来 可就不漂亮了 你干吗呀 你不给我 那我只能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呗 这就对了 记住了 你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瑞华的 你呢又生不出个一男半女来 这些钱早晚都是我儿子的 我劝你一句 心态要买好一点 我说我也不会是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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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东街的那个店铺不用续租了 直接关店把钱给我收回来 牟总 可是店铺上个月印记达标了 再说余迟回来了 那可是她妈妈当年工作过的地方 要是真的关了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她的呀 就这么定了 大概呢就是这样 那最后呢我还想提一个建议 居总 既然这一次年度匠心设计师大赛呢 已经确定是新型红宝石的设计 所以我建议公司呢 可以把我从东南亚采购回来的红宝石 交给温迪去参加比赛 所谓好马配好鞍马 这样才能保证比赛的万无一失 David 你对温迪和的参赛 倒是比她的上级更上心啊 居总您也知道 我们运营部呢一向都很支持设计部的工作 但是你对设计部的关注 倒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我看了你们这次交上来的设计作品 你给温迪和的打分是最高 你能够确认她的作品 一定是我们所有公司的作品当中 最好的一个 是这样 这个评分呢 也不是我一个人来决定的 在座的各位 都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和讨论 大家的最终意见 Wendy的作品 是所有设计师里面最好的 来 那这张作品 我给你们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吗 谢谢 你看这个设计怎么样 不错 这个 这张设计无论是在主题的表达 工艺的构思上面都让我很满意 既有高级感又不是浓烈的情感 这么好的设计师如果被埋没了 我觉得太可惜了 这张设计很不错呀 是 我也觉得 这张设计师 这张设计很有心意 我们前段日子 不是有 内部笔稿活动吗 这交上的稿子我都看了 大都差强人一点 倒是少了这张好稿子 你们是怎么评的 是 但是这张稿子交上来的时候 是在上次内部的笔稿结束之后 所以 我们内部笔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是选出好的作品 对不对 不要让那些虚的流程 掩盖了真正的好的设计 我不希望看到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了 我不明白当时 我们公司在做内部评选的时候 为什么要选出那么优秀的作品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所谓的一致认为 可以再专业一点 再谨慎一点 代表公司参加比赛 其实代表的就是公司的品牌形象 董事会要的是万无一失 现在我宣布 这次的比赛 给Jocelyn代表公司参加 好 Jocelyn 好消息 那个降薪年度珠宝设计师大赛啊 怎么了 喂喂喂喂 有什么话一定要偷偷摸摸摸说吗 刚才高层会议决定 让Jocelyn代表公司参加 什么 我吗 嗯 怎么回事啊 恭喜你 这是真的吗 让我去参加比赛 想去吗 那就去吧 好好加油 但是怎么会那么突然啊 我只能告诉你 公司的这次决定是公平的 你只要好好背下就可以了 晚上有没有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稍等 好 好 凭真 喂 高姐 你这下可怎么办呀 出大事了 你快来帮帮我呀 等等高姐 我们真的要进去吵架吗 他问你借了五万块 你还帮他办了张攀岩卡 然后说分手就分手 说没有千还就没有千还 那怎么行啊 我今天一定要帮你主持公道 走 这是给您的运营房体验妆 我发现你分析得挺到位的啊 现在女孩都是健身护肤两头抓 听了你这个建议 我就搞了一个活动 现在攀岩运动完 可以免费体验玉泥坊的面膜 这一家会演出蹭蹭蹭往上上 你看这个 教练 谢谢了 应该的应该的 对了 你们这个拍眼馆的面膜体验活动 我还得没搞清楚 可以了解下方 余志啊 我那边还有几个学员 这个就交给你了啊 那我们进屋聊吧 来吧 看到吗 人呢 刚 他 他 他 喂 是你借了陈品珍五万块钱是吗 还有攀岩卡的钱 今天必须还回来 是个男人就下来把话说清楚 谁啊 你并搞不清楚吗 你不下来 那我上去 你个渣男快还钱啊 告知 你给我下来 免伤你告知你小心点 教练 危险 别走 这干嘛呀 教练你这么有情下来 你下来 周思琳 那种事 你去吧 那一点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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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都是因為你 讓我得了有的在這裡 真的是你啊 竟然還能遇見你 所有的偶然全都是秘密 就在一處定的灌溉 遇見你啊 給你我所有人生裡 漫長孤單為徒的目的 只為了遇見你 你怎麼 你怎麼 真巧 真巧啊 我先幫你把鞋穿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你收好了吗 手都已经恢复了 医生说 接骨的手法很好 对 你发烧 你看我脑子在想什么 这么长时间肯定早就好了 幸好你找到了救援 不然我可能都回不来了 说什么呢 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听说 你找到救援之后就晕倒了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 愿说你很快就走了 幸好你没事 是 本来我想带人去救你的 可自己体里不知昏倒了 不过现在我也没事嘛 不是双龙活虎也是活蹦乱跳啊 你没事就好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还以为啊 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 会物是人非 可没想到 我们之间还是那么有关系 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不好意思 喂 哥 穆子云把东街老铺关店了 现在已经派人去拆柜台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马上回来 发生什么事了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 在这里等我好了 我一定会回来 等我 等我 你要去哪儿啊 抓点时间啊 喂 干什么 停 李秉升 你干什么 喂 于直啊 我们这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 关闭运营不利的店铺 公司要求 我看是穆子云的要求吧 于直 体谅一下我们做下属的难处 上面的命令 我认为言轻违抗不起 要不您问问懂得啥 那奶奶压我说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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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照片呢 照片 这个真没注意 有用的东西都搬走了 没用的都在那儿 要不然您找找 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的 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要关门了 我告诉你们 我把那张渣男的卡 给我注销掉 我明天还会来的 气死我了 不要接我们走 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我要在这里等他 谁啊 我都气忘了 刚才拉走你那男的是谁啊 他就是詹姆斯 我的天哪 居然在这儿碰到詹姆斯啊 我吵架吵混头了 居然错过了传说中的詹姆斯 好吧 那我陪你一起等 不用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 那万一他不回来了呢 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不是要跟文吗 再不跟文 你的粉丝就要追杀你了 不要惹怒自己的义士父母 赶紧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 那个你自己小心啊 有事跟我联系 拜拜 列出opa 干什么呢 对你中间人就这样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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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幸好你还在这儿 幸好你愿意等着我 我答应过你 就像在雨林 无论要等多久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看来我去童南亚 只为遗险你 不是为了宝石吗 再好的宝石 都会用下一颗 可对我来说 愿意相信我的 愿意等我的人 你是唯一一个 让我们去爱 让我们去爱 我们明白 让我们都不在 孤单的徘徊 勇敢的 让我们去爱 让我们去爱 我们不要再分开 不要再彼此等待 让我们去爱 我们明白 让我们明白 让他们都不在 孤单的徘徊 勇敢的 去爱 让我们都不在 孤单的徘徊 勇敢的 去爱 好 好了 谢谢 去 这是我妈妈 她年轻的时候 长得真好看 她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离开了我 我今天 下午 去了我妈妈 以前上班的地方 我小时候总在那儿玩 不知道 那零七那儿被拆了 我以后再见不到 不要 不要这样吗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切 发生我什么都阻止不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妈妈看见你现在的样子 她会很难过的 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家就在对面的弄堂里 我记住了 就在对面弄堂里 把你手机给我 这个就是我的电话号码 以后方便联系 那我先走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杰 要治松高杰 带到学画室 我叫一植 双月红鱼 二月花 飞流指下三千枝 完成了这么久 是 要是建议的 行啊 停 停 李维生 你干什么 余职啊 我们这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 关闭运营不利的店铺 公司要求 我看是慕子云的要求吧 妈 今天咱俩一块去公司啊 余职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思云啊 听说你把我们那家东街老铺给关了 我还想今天找机会跟余职解释一下呢 我知道 东街老铺 是你妈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但是这几年的业绩一直不好 留下来的那些老员工 仗着他们是余职妈妈之前的同事 工作上面越来越不上心 以老卖老 还不服管理 我也是想尽了办法 想给余职女留个念想 所以关店的事情一直拖着 但是其他那些业绩不好 也被关了店的店长 他们一直来找我 一直在这儿我闹 原来这件事情让你这么为难啊 余职 你也长大了 想问题应该理智一些 不管这个店铺现在我关不关 你都要想到 其实我是一直照顾你情绪的 我知道 现在我跟你解释这些 终究你还是会误会我的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想一想 有谁不希望能做一个 人人都夸的好后妈呢 但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想 这个骂名 我就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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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不期待 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 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 相爱的人才明白 没有什么变成阻碍 从未感觉如此相爱 沉着我的双巴不用表白 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 让我们去爱 让我们去爱 我们明白 让我们都不再 好爱 孤单的徘徊 勇敢的 勇敢的 去爱 让我们去爱 就是现在 我们去爱 可爱 让我们都不再 孤单的徘徊 躬开 让我们的不再孤单的徘徊 勇敢的去爱